其实本来就是当对方对你 如果已经开始做一些 不理性的一些动作的时候 你去干嘛 这叫自取其辱 所以能够不去当然就不去 那我也知道有一些人 可能他有不得不去的苦衷 那也只有请你多忍耐 那现在双方已经呈现一个 互相报复的这样一个局面 那我觉得事情办到这样 就是这样啦 不然怎么办呢 因为如果说韩国还要硬拗说 这一切都是根据科学 那我真的想请教一下 你是根据火星人的科学 还是哪一国人的科学 这到底是什么科 三顶动人的科学啦 因为这个逻辑上完全不通嘛 我昨天前天我都讲过了 就是很简单的 如果你对全世界都进 那我没话讲 对 美国你都给他挂个牌子 那OK了 很好 甚至拜登去你们家的时候 你给他挂牌子OK了 这一视同仁嘛 如果韩国这样做 赞 没问题 表示你保护你自己的国民 可是你没有啊 明明美国现在疫情很严重 日本也很严重 我讲比较那个一点 我们台湾现在也很严重 我们今天2万多 你怎么不够台湾 是啊 因为我们2万多 大家想想看 现在还有多少你去检测 你就知道台湾实际上数字到底多少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也很严重啊 然后台湾现在不是拒绝 让中国大陆来吗 台湾现在每天入境的 入境检测出来都是三四百到五六百 对 那请问一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都是同样的嘛 都是政治脑在做 而不是真正依据科学嘛 那所以我觉得报复就报复吧 中国大陆今天也宣布了 日韩的现在连过境都不给赢 对 对啊 送啦就是这样啦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 大家都互相报复嘛 然后看谁先受不了嘛 那我觉得受不了的 那个就要认孬嘛 就这么简单 对 我们就等着看 日本韩国跟中国大陆 谁先认孬 我喜欢 宾哥讲的这个字叫认孬 你就不要怂哦 哎 英组统 你就不要怂哦 我跟你说哦 你不要哪里看到说 啊 其实啊 误会啦 你不要怂哦 不要怂哦 来 我们来看哦 最近韩国动作真的很多 又是联合军演啦 又是想要核武啦 记得吧 联合军演 核武 跟美国说我们要共同演习干嘛 甚至让他们的这个副议长 瞎窜台 胡搞又瞎搞 我们一直在讲 韩国你到底想要什么 当然啦 我们很多的分析是说 韩国是想对美国表忠啊 一方面不敢得对中国 可是不得对中国 美国又施压 我就只好呢 透过这种军事上面的动作 透过羞辱中国游客 让美国的大哥哥好爸爸 不要生气 当然我认为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我今天发现 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节目开始就讲过了 一个字叫做钱啊 各位你要知道 韩国跟中国的贸易关系 那不用多说了啦 数字我也不用告诉你了 我只跟你说 在今年之前啊 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都是韩国大赚人民币 过去都是韩国赚钱 赚得很爽 可是去年不一样了 来我带你来看 韩国对华贸易 连续三个月出现逆差 这是三十年来首次 三十年来首次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科技业 汽车业制造业越来越强大了 我不需要买你的东西了 所以他中国大陆 买韩国的东西越来越少 韩国需要中国大陆的相关产品 却越来越多 所以以前是韩国人赚人民币 现在变成中国人在大赚韩元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让韩国绝对非常在意 绝对非常在意 以前是我赚 赚元我赚钱 我赚了三十年 就变成去年开始 你怎么样 你偷赚钱 你现在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厉害了 变成你赚我的钱 这点是让韩国绝对受不了的 证据在哪里 我给大家看 来我们来看 数字在这边 从2013到2021年 你看看 中国人对韩国手机 对韩国的电视 甚至对韩国的汽车 需要的占比下降多少 你看到了吗 所以韩国人绝对很在意这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 美国的压力当然是原因之一 但是 针对中国旅客做出 这么没有大脑的事情 甚至他们的外长 就这个人 我们这里没有放 这个人 他还放话 他讲什么 他说希望中国 意思就是说 希望中国可以遵守韩方的价值 这是外长讲的 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中国要遵守 我韩国的价值 要不然我们的关系 可能很难回去 什么是价值 价值就是钱 我认为韩国最近他做的事情 从2023年开始 他是想逼着中国 在经济上面让步 以前说我赚你的钱 那你就让我继续赚钱 我觉得这很有道理 韩国这位外长是不是被蔡英文 传染到什么病啊 蔡英文很喜欢讲台湾价值 永远也讲不清楚 什么叫台湾价值 他现在也抄起来讲韩国价值 什么吃韩国泡菜叫韩国价值 是不是那实在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韩国的经济对外衰退 其实不只是对中国衰退 他对全世界都衰退 其中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以前韩国卖到全世界的电器 从冷气机 电冰箱 电视 洗衣机 或者各种家用的工具 韩国是几乎是取代了日本 很少世界 当时中国也对他们买了很多 现在中国 对不起啊 面板撑着电视机也起来了 对 那更不用讲什么电冰箱洗衣机 这个东西 手机 汽车 到现在 你到美国的Walmart 以前很多Made in Korea 对不起啊 现在都Made in China 所以韩国内心里面的挫折感 反射出来在他的民间里面 的确前段时间做民调 有发现说 好像反中名利最高的反正在韩国 因为他们光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再回来 对 没错 我认为这是主因 对 特别是他们一向很骄傲的造船 一看 什么 你这个中国什么时候跑出这么大的造船工艺 汽车 莫名其妙 电动车全世界第一名 我想一想说你们 你们车是应该不行吧 没有错 中国要做那种变速箱 那种传统引擎 对不起 真的还是 还是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力 没想到中国说 这样不行 我跳过去总可以吧 我先坐电动车 我跑在你前面 然后更不用讲 我中国敲啊敲啊敲 我搞的什么 5G搞了好久没搞出来 怎么你华卫搞出来了 那种深度的那种 那种对自己的鄙视 反过来要鄙视中国人 他这样心里才会平衡 对 没错 所以趁着这一次机会里面 他们就对中国的旅客 做这样的处置 刚才各位都讲得非常的好 根本就是在发现 他心中的那种仇恨感而已 什么科学 不过我相信 那种在海关做这个东西 总统一定不知道 总统不会管那么细 可是你内部有这种东西 你不但不去做调整 你还在讲那些 五四三二一 就死鸭子嘴硬嘛 五四三二一想要掩盖这些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中国 其实做的手段 也不够强硬 还不够狠是吧 也不够强硬 我觉得韩国人来要挂牌啊 不是 他现在不让韩国人来 韩国人都不要来 不准来 可是问题已经有签证 还发了很多了 他现在只是不再发新的签证而已 那来照办嘛 对不对 韩国人就给他挂泡菜牌嘛 对不对 离照办离 对 而且中国人这次暑假 春节要大量出国 很多要到韩国去旅游 很多那个就开始啊 旅行是停飞停办啊 去啊 干什么呢 对不对 不去了嘛 你韩国今天如果说 来我的人都要检据什么 阴性证明 我们没话讲 以前中国在封存期间 不管谁国家去的 对不起啊 连那个美国的Sherman 也只能到天津对不对 对 大家都觉得很公平 就没话讲嘛 有没有人抱怨就是你中国歧视我 没有啊 台湾的去也要关个十四天 日本的去也要关十四天 大家都一样嘛 大家都一样 连他自己的中国公民 从海外回去也要关十四天 照官 那就没有抱怨了嘛 你现在不是 你根本叫歧视性的周围 差别性的待遇 而且你要不长眼睛 你现在想心一想念就说 那我中国的影视产业 可不会 韩国影视产业 可不会回中国去 你等吧你 刚开始才开放一点点而已 有啊 最近开放一点点 现在不长眼睛 因为韩国的服务业 规模非常的大 尤其是在这个影视产业 娱乐产业 娱乐产业 那好了 大陆政府啊 就把他的影视 这个韩国的韩星 再重新关回牢笼去 限韩令再来一次 对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